第四季 舅舅这个 看着女分子吗 人很多 他们来得突然 走得也很突然 可以肯定 是一支非常狡猾 非常善战的队伍 桃花园图公子 他们不是经过 特殊训练的吗 竟然如此不敢一击 太让我失望了 大佐阁下 江口城里 一定隐藏了一支 非常可怕的地下组织 而且都是经过 特殊训练的 他们比我们 更熟悉地理位置 桃花园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而他们的地下组织 依然生命 我不知道 你们还能做何解释 幸运的是 陆小河还在我们的手中 顶紧他吧 凡子 请不要再克服我们的心来 这么大的事你们也敢瞒着我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掌官 对不起掌官请你谅解 我呢 是为了给老四报处心切 所以呢 没来得及跟你商量 请求掌官原谅 原谅 我原谅你管用吗 我敢肯定地说 从你们这次愚蠢行动的开始 宋田昊的眼睛 一刻也不会离开花园路是好的 刘老板 你取掉一点信任不容易 现在全对泡舱 老爷怎么这么说啊 这事跟他没关系啊 他要不这么说 就不是他六三怕了 也不知道人救出来没有 老三 你敢去打听打听 嗯 住在明楼夕园对面的是什么人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秘密特务地下组织 名称 代号有多少人 涉及的范围有多网 我也是刚刚抓住一点苗头 我 我正在深入调查 马上去查 向我报告 好 那我走了 走吧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费了这么大劲儿 牺牲了好几个同志 还是没有救出小何 这也不能怪我们 老赵已经把人都给救出来了 就在离开医院的时候 他又走了 还是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小何现在人呢 又回医院了 又回医院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小何好像根本就不想跟我们走 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不想跟你们走 现在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把小何救出来 他现在留在江口 不仅他自己很危险 刘文昭同志也很危险 明天花晓荣同志下葬 小何一定会出现 到时候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明天花晓荣同志下葬吗 我听真机队的人说的 这个陆小何不愿意跟咱们走 肯定啊 有极大的隐情 估计跟林浩然有关系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小何救出来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明天想办法再拼一次 昨天的麻烦还没解决呢 还拼 明天是花晓荣同志下葬的一日子 可能是个机会 страш 你们来干什么 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你明天真打算亲自给他送葬 还说我们冒险你才冒险呢 花想而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 如果你去了 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明天我一定要送他最后一朝 你们谁也不要拦呢 老爷二姐说的有道理 你这样去比我们的冒险行动还要冒险 你送他最后一程在这儿送也是一样的 我不去 并不见得能够消除他们的怀疑 我去了 未必就不能解除他们的怀疑 没明白 什么意思啊 最可怕的小偷 并不是那种鬼鬼祟祟的 而是大大方方的 我们越是坦荡 他们就越糊涂 也许能够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可问题是老爷 你跟老四的身份不一样 如果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释 还是会引起怀疑的 你上哪儿去啊 这话还没说完呢 不就是送个葬吗 有什么的呀 我还跟你们说 明天不光我去 还要邀请松田昊这个老狐狸一块去 我要让松田昊 在老四的坟前下跪赔罪 从今天起 一切冒险行动取消 还说我们冒险 他才冒险呢 还说我们冒险 他才冒险呢 还说我们冒险 他才冒险呢 他才冒险呢 请慢用 你看 我们两个人呀 都有去给花晓荣送葬的理由 花晓荣呢 生前是松田昊很好的朋友 我呢 我就不用说了 对吧 花晓荣是我的四姨太 虽然曾经是 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吧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 都可以去送葬的理由 其实中国人看似 很注重这个红白喜事的 红嘛就是几杯酒 白就是几滴类 您说我说的对吗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昨天晚上的事情啊 我听说了 潜伏在江口的 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啊 是非常的嚣张的 我是这么想 如果明天恰巧这些共产党 也去给花晓荣送葬 或者呢 他们是想把松田昊给救出来 无论他们什么目的来 咱们都有可能 和那些共产党碰面的 那就省了咱们的事了 省了咱们每天 云里屋里的老找他们 其实啊 成全别人的时候 也就是成全自己 您明白吧 恐怕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吧 啊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花晓荣是我的四姨态 不管怎么说 也曾经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我想我想送她最后一程 好吧 真子要重认极美吧 我答应你 那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对了 那松田昊还在真机队里边关着呢 让她出来送葬是不是您得 您得去通融一下 好的好的 没问题 答应了 慢着吧 谢谢 谢谢 参加花晓荣的葬礼 是刘文章自己提出来的 是 太不可思议了 总会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去想 不敢去做的事情 是啊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生意 她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你说得对 如果她真的是我们敌人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方子 你还是早点从华阳路时号搬出来吧 为什么 如果刘文章不是敌人的话 坚持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她是敌人的话 陶华人的新地址这么快就暴露了 陶华人的新地址这么快就暴露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您的意思是说 我在监视他们 反而被他们给利用了 还是小心点为好 是 我们也要去 我跟你们俩说啊 宜太太就是宜太太 在家待着 你们又不是保镖 去什么呀 我没想送送老四 你们听着啊 现在日本人 现在日本人 已经发现江口 已经有两个新国游灵 日本人正在绞尽脑汁地找你们两个 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在家待着 经常在人家眼皮的底下晃悠 迟早要暴露的 谁也不去啊 我去还这儿衣服 我去 何不小姐 怎么不去吃饭啊 我不饿 好 那走吧 二夫人三夫人不去吗 他们去干什么呀 跟一个死人 还争风吃醋啊 上车 难怪不让我们去呢 原来车里还坐着东洋剑人 你说他不会假戏真做 跟着人来真的吧 你不是更了解他吗 你说呢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他 现在我发现 其实我根本不了解他 放心吧 老爷带着松田号 和樱木方子去 不为别的 就为了亲眼看着 他们在老四的坟前赔罪 冯先生 你拖着ac退 走 我去吧 我去吧 这事要没我的话呀 你现在还关着呢 肯定没有今天这机会呀 当然了 山谷大佐能够同意 咱们三个人一起 去给花夫人下葬 还得是你的功劳 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让我 给花夫人陪葬吧 不会的 我是那种伤害朋友的人吗 立文章 我真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说话会脸红 脸红 宋天君 花响荣是怎么死的 你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 用你们的话说 你们就是同志 那么一个同志死了 另外一个同志 去参加他的葬礼 这事是我促成的 我办这事为什么要联合呢 上车吧 看到了吗 方子小姐 这个就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公民 上车吧 那你也很想知道 我应该是要的 如果不想走 你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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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